不算是清静的。 我们忏悔,忏悔是清静的。 我做错了的,很乌眼,不太喜了, 不是用梵水洗,用法水洗。 法水洗就是你听闻的佛法,来许起你的物浊成垢,真信显现,假象幻灭消除。 就是动作。 那么闻了法了,心地清凉,用法水沐浴,达到住行清静。 以普贤的恨愿为城,坐什么车呀? 这个车是普贤恨。 普贤恨愿的城,普贤的车。 车撑嘛,运载的意思。 用普贤恨愿处理三界苦难。 。 菩萨生起,清静行,是由清静心生的。 清静心,发出清静的语言。 清静心,是你的深夜一切清静。 语言的口音。 心清静,深夜清静。 语言也清静。 这就是三夜清静。 三夜清静。 。 佛子菩萨摩克萨,有十种波罗蜜。 咱一般的说六波罗蜜。 华人都讲十,十种波罗蜜。 这十波罗蜜,大家每记一个单子。 四界引进尘,慧方愿力字。 把那个智慧度,开一个利,开一个方便,开一个慧。 变成十。 十种道比呢。 。 波罗蜜,这是将空的。 十波罗蜜,到了比难了,全是波罗。 波罗。 都是智慧行。 智慧行。 。 十二的一些所有,就没有警戒向了。 心,不对警了。 纯字的警戒。 没警戒的警戒。 就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究竟意,到比难,都到比难。 成佛,都成佛。 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比难,都到比难。 成佛了,都成佛了。 。 就是, 施戒引进禅, 慧风怨离子。 这个就是, 施波罗蜜。 舍掉一切所有。 内施,外施, 绝境死, 身体,眷属。 就是内施。 田园, 宰, 珠宝, 这叫外施。 能死, 能死, 所死的, 三轮体空。 能死者, 受死者, 所受的物质, 都没有。 无所有, 一切无所有。 三轮体空。 这是波罗的意思, 又到了比难了。 清静去借波罗蜜, 持戒。 持戒, 持戒持到清静到为难。 凡是佛所教法的, 佛不许可母做的, 全都不做。 但是这就是子词啊, 这就是子词。 佛令母去做的, 一切都做, 就是做词。 这个借波罗蜜啊, 包括只做两词。 我们的道友, 大多是三轮大戒共受的。 那就是, 三名戒, 底修戒, 菩萨戒。 三轮戒是共共受的。 就是, 一切戒, 都得持。 但是这是只持, 咱们现在学的都是子词。 学做词很少。 那佛教你做的呢? 主要是度众生。 那就包括很多。 这叫敬佛的清静界, 只做二词。 经上讲是这样讲的。 戒律讲的, 讲子的多。 这就是做节目法, 还属于子的方向。 这个作词说, 你不度众生犯戒了, 犯根本戒。 饮波罗蜜, 饮肉。 这个饮不是。 这饮。 饮可你相信自己的法性。 饮可, 饮食了, 发现。 什么饮呢? 无声法饮。 承认一切法无声。 无声就无相。 无声就无灭。 这叫饮。 饮可的意思。 但是这个饮, 达到佛位。 住在佛饮。 诸位的菩萨, 他能实现相似佛。 非真诚佛啊, 不是真诚佛。 他能实现佛身, 实现佛说法, 实现佛的庄严。 但是他不是圣人。 但是他不是圣人。 那他果位说, 没有二成人, 身无恶能够。 那他所行化作菩萨, 而超过圣门, 超过圆解。 因为他是菩萨的大菩萨行。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营,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付持台湾救狗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台湾救狗协会。 华波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三知识, 现在先是开始讲这个识识, 识识就按照识教语的证文, 先讲五历识, 识文就是所谓一, 所谓是指向文来解释向文。 前面讲的识识, 如果详细分类的话, 有八十八识。 八十八识是以识识为根本的, 所以科判叫做列识别识之下, 第一就是列识识为本, 列出十个烦恼的名称, 十识为八十八识的总根本, 然后再配合四帝三界来分类成为八十八。 那么这个识识里面, 先讲五历识, 第一就是身见, 身, 就是众生所有的这个身体, 有了这个身体, 他的思想, 他的见解, 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 因为对于这个五蕴, 十二处, 十八识, 在这些名相当中, 他执着这个东西是我的, 这个身体是我的。 我这个色秀想形式, 这个五蕴身心是我的。 那么因此就强力主宰, 那么就是平常说的我执, 我见, 人我执。 我, 他有主宰意, 自在意, 有着两种意义。 这个所谓我呀, 自己能够做主, 能够判定, 决定, 这个才算是有我。 这个主啊,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自己可以做主了。 这个东西是我的, 我可以主宰, 我要分给你多少, 要给谁多少, 要怎么样子去分配, 我有自由。 所以这个我, 有主宰意, 有自在意。 但是我们平常所执着的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身见, 我们平常都说, 这个是我的, 这是我。 可是你能够真正的有主宰吗? 是不是真正的自在呢? 不见得。 您自己对于这个身体, 一点也不能做主。 假如你真能做主的话, 世间人哪一个不要年轻的? 谁愿意老啊? 谁都不愿意老。 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 观音菩萨年年十八。 哦, 说观世音菩萨年年年十八岁, 永久那么年轻。 哦, 呃, 从释迦牟尼佛说法就有, 是就有观世音菩萨到现在两千几百年。 哦, 有的说已经过了三千年。 可是你看看我们大殿上的观世音菩萨还是十八岁。 还是十八岁那么年轻。 可是我们这些人哪, 老了一辈又一辈, 不晓得老了多少。 嗯, 那么老了还会死呢? 可是我们自己做不了主。 啊, 我们谁都不愿意老。 啊, 鸡皮合法, 谁都不愿意。 啊, 可是你能做主吗? 一点也没办法做主。 啊, 个个都喜欢年轻。 可是你现在, 啊, 这个年年的岁数都一直增加。 啊, 一直增加。 数目次增加, 寿命就越来越减少, 一天一天少。 啊, 自己做不了主。 那么, 这个身体我们希望要有健康。 啊, 让一让自由自在。 能够达成你的希望吗? 不简单。 气候一发生变化, 早上很冷。 太阳一出来又热。 哈啾, 感冒了。 那么毛病又来了。 哦, 得会鼻子又死了。 流鼻涕了。 啊, 结果这个嘴巴就忙了。 这个嘴巴本来是吃饭啊, 讲话啊, 它有两种用途啊, 它已经忙得不得了了。 可是你再增加它的负担, 鼻子不透气, 它还有借嘴巴的, 这个, 服袭。 啊, 啊, 所以这个嘴巴的作用啊, 变成有三个了。 啊, 它又要服袭, 又要吃饭, 吃东西, 还要讲话。 忙得不亦乐福。 啊, 你能做主吗? 鼻子不透气。 啊, 你用什么办法使它透气? 啊, 假如你感冒了, 非吃药不口。 啊, 碰到这种情况, 你一点也做不了主。 谁也不愿意感冒, 谁也不愿意生病。 那么只随便举出这么几个例子啊, 我们就知道这个身体自己做不了主的, 没有办法做主。 所以这个身见, 都是, 啊, 众生的执着。 啊, 根本就不实在的东西。 所以佛法第一步就要破我, 破除这个我治。 啊, 如果这个人我这样, 人我治不破除的话, 烦恼没办法断。 啊, 所以第一, 五历史的第一就是身见。 众生也是因为有这个我见我知啊, 唯一一切生死的总根本。 啊, 不过这种的执着有身的见解, 这种的想法, 假如正出国的话, 他就能够破除。 啊, 所以, 这个五历史, 啊, 那么正出国, 就有办法把它消灭。 啊, 我们现在根本还没修行, 谈不到正国。 啊, 所以我们这个身见呢, 都是相当之重的。 啊, 一点也不得马夫的。 啊, 那么, 少少的碰到一下, 痛得不得了。 啊, 那么, 也是很难忍受。 那么, 因此之故对这个身体啊, 啊, 斯大五蕴的身体, 爱着, 这种情况, 就是身见。 那么, 关于这个身见, 如果要详细讲的话, 道理多得很。 啊,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细讲。 因为, 按照, 呃, 所有的经论的说法, 对这个身见的分别。 啊, 例如说, 我愿身心啊, 我愿去分别。 啊, 那么, 生起种种的, 所谓六十二见, 甚至一百八见, 这个通通都是由身见来的。 现在, 我看这些明像啊, 只好重裂。 假如自己想要好好的研究这些明像, 那你不妨自己去查, 查这个六十二见, 一百八见, 啊, 这都是由身见开出来的。 啊, 那么, 我们人人都知道, 知觉知觉这个身体, 这就是我知, 身见就是我知, 很容易明白的, 不必细讲啊。 第二, 边见, 正观里面二, 边见, 就是吴吏词的第二。 边, 就是偏移一边。 啊, 是偏移哪一边呢? 有了这个身体啊, 它会身体断, 长, 两种的见解思想。 所以从古以来, 那么对这个人, 这个精神, 世俗所谓灵魂, 啊, 有没有, 有没有来生, 有没有后世, 有没有前生, 从古以来, 都在争执。 啊, 所以, 有些是执着断见, 例如说, 人死如灯灭, 什么都没了, 啊, 死掉就没有了, 像唯物论, 他就执着把这个身体看作物, 物质, 啊, 死掉了, 好像东西坏掉了, 就没了, 什么都没有, 那么他不承认有灵魂, 啊, 那些上午鬼论的, 就都是属于这类思想, 这是属于断见, 断见, 印度有断见外道, 啊, 就是断灭论, 啊, 我们中国也有这类思想, 认为,啊, 没有后世, 死了就完了, 啊, 那么如果是这种想法, 那做善何为呢, 做何为呢, 基督没有来生, 既然没有来生, 没有后世, 啊, 死掉就完了, 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世间人, 他就会无恶不作, 啊, 他尽量享受快乐, 啊, 所以贪着这个世间的快乐, 那么就是他认为没有来世吗, 死掉就完了, 啊, 什么都不怕, 没有什么六道轮回, 他不相信这一套, 结果, 啊, 将来吃大苦头, 这就是断鉴, 啊, 印度的断鉴外道, 也是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种偏于长的一边, 前面是偏于断的一边, 嗯, 常见外道啊, 他执着, 众生是有灵魂的, 但是他这个灵魂呢, 是固定的, 他认为, 人的灵魂啊, 永久做人, 嗯, 他好像是, 嗯, 认为这个面粉啊, 你无论你倒在什么地方, 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面粉, 它不会变成米粉的, 嗯, 那么这个是椰子的种子啊, 啊, 无论你怎么, 怎么弄, 怎么种, 都是椰子, 不可能变成冰冷的, 嗯, 他是执着这种的见解, 因此呢, 他就认为, 人的灵魂, 永久是人, 死掉了, 再转生, 还是人, 因为他是人的灵魂, 那么, 出生的灵魂, 例如说, 狗的灵魂, 他只好生生世世做狗, 啊, 因为他的灵魂就是狗嘛, 他不可能变成他的其他的东西, 他好像椰子不能变成冰朗的一样, 啊, 既然他是个狗的灵魂, 永久变成狗, 啊, 这个叫做常见, 虽然相信有灵魂, 但是, 他认为这个灵魂是固定的, 是属于这类的, 就不能发生变化, 永久如此, 那么如果是这样, 人, 既然他的灵魂永久是做人的话, 那么因此他也就不怕善恶因果了, 那又做善, 何为呢? 做善, 何为呢? 怕什么? 反正我是人的灵魂嘛, 死掉转身还是个人, 不必怕, 呃,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更糟糕的就是, 男的永久是男的, 女的永久是女的, 没有办法变通, 呃,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 完全是错误, 所以这个常见, 虽然承认有灵魂, 但是他的灵魂是固定的, 不能变, 不能发生变化, 这种死板的看法, 也是很大的错误, 因此, 佛, 说六道轮回, 啊, 有灵魂, 有来世, 就是众生的这个精神, 世神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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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业可以升到天上人间 这样子 就可以破除这个断肠二剑 如果 升起这个断肠二剑的话 那就叫做边剑 升剑是人人有 边剑呢 比较容易 消除 只要你相信佛法 知道有善恶因果 知道 人死不一定 还是诸人 不一定 是看他一生的液感 那么中国人一向认为 人死就变鬼 那也不一定 固然有人死转到鬼道去 但是不是人人如此 这在前面也曾讲过的 所以对这个边剑呢 还比较容易破除 只要你懂得佛法 对这种的错误的见解呀 就能化解的 但是 但是 虽然是在现在化解了 假如你这个边剑的种子没有破除啊 那你转身到来身碰到外道 那你照样会生起这种的见解 因为种子还在 所以必定要正出国才能把这个边剑种子去掉的 就是见过了 那么这是第二 边剑 第三 剑渠 渠就是渠着 爱着 执着 他有一种思想 有一种见解 他自己固执认为一定是这样子 不可辨通 这种的见取啊 就是指的这个 非国界国 不是升天之国 他误认 以为是升天之国 印度有些外道执着 无想天为涅槃 或者是执着 非非想天为涅槃 实际上 无想天不是涅槃 非非想天也不是涅槃 无想天的无想寿命只有五百大劫 满了 还是要堕落 非非想天的寿命是八万四千大劫 满了 照样要堕落 但是他误认 他以为那是没有生死 其实是错误 不是涅槃之国 网继执着认为是涅槃之国 那就叫做见取 非国界国 非就是不是 执着以为是涅槃之国 那就是叫做见取 第一是 见取 就是对于这个修音呢 发生一种错误的见解 那就是见取 名目上叫做非音记音 不是升天之音 忘记以为升天之音 以为是升天之音 像印度的那些持牛界的 持狗界的 持鸡界的 修苦工的 苦行的 认为这样子可以脱苦 可以升天 那都是错误的 所以释迦牟尔佛在世的时候 印度就有许多那种持牛界的外道 持牛界的外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持牛界的外道呢 这持牛界的外道的开主啊 他的老祖宗的第一代啊 他在打坐修禅 得到一个天眼通 小小的天眼通 他正在入定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一只牛啊 耕田的牛啊 脱离的牛啊 死掉了 死掉之后 他看到他的精神 他的灵魂 升到天上去了 他看到这个牛的灵魂 死掉之后升到天上 哦 他就认为啊 咒牛能升天 那么因此 他就去观察 牛 为什么会升天呢 哦 我知道了 牛啊 假草 吃草嘛 牛吃草 吃得很辛苦 他不是人煮的好东西 他吃草的 那么 他做得很辛苦 替人家 离田 托雷啊 哦 离田 那么很辛苦 或者是替人 这个拉车 都是做这些苦工 哦 这样做就能升天 因此 这个死牛界的外道的开竹啊 就规定 跟他学的 对 跟牛一样 呃 纵然有两只手啊 这手不能去拿东西 要跟牛一样啊 把手当脚 爬在地面上 吃草根 用嘴巴去咬草吃 只能吃草 还有些是牛啊 脱离 哎 咬人家里惨啊 啊 去脱离 或者是拉车 做这些苦工 而总之 跟牛完全一样 把人当牛了 要做牛的工作 完全一样 他认为这样子能升天 福音寄音 这个不是升天之音 怎么知道呢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天 有个持牛界的外道啊 拜托 欧南尊者 去请问佛 他自己不好意思啊 不敢去请问 他说欧南啊 我麻烦你啊 你替我问 释迦牟尼佛 他是一切智人 他说你要问什么呀 他说请问佛 我持牛界 如果牛界持得很清净 没有违反 能不能升天 如果我持牛界 有违反的话 情况又如何 那么欧南就替他问佛了 他师尊啊 这个持牛界的外道啊 托我来问佛 他说他把牛界持得很清净啊 能不能升天 佛说不能升天 那么欧南再问说不能升天 他将来升到什么地方啊 佛说做牛有份 因为你是学牛嘛 你一举一动 完全是已经是牛化了 连你的心都牛化了 如果你把牛界持好的话 将来你就做牛啊 要做牛 万一他犯了见 犯就下地狱 扫透了 犯就下地狱 持好了做牛 忍不住做牛 多傻呀 但是世界上 就是这么一种傻瓜呀 他就持牛界 还有持狗界的 还有持鸡界的 怪里怪气 什么样的都有 所以印度的外道 多得不得了 现在还有存在的 这个叫做福音基因 我们学佛就持佛界 学佛嘛 将来就成佛 他们学牛啊 将来就做牛了 所以这个叫做福音基因 不是升天之音啊 执着意味着升天之音 还有他们外道 执着这个升天之音啊 那个苦功苦行啊 多了 自恶 像这个七拿教 自恶 他说 如果有人啊 能够饿死啊 他是最了不起的 成功最大 所以这个七拿教啊 就不吃饭 饿死 让他饿死 他认为饿死就升天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古代的恶福多得很啊 从前大路啊 好多都饿死人 现在也还有啊 那么没有饭吃 结果饿死了 那么都是七拿教的弟子啊 糟透了 这个自恶不能升天 所以我们学佛 佛没有叫人不要吃饭 没有叫人不要吃饭 最起码 死一死法 一天吃一餐饭 最起码是这样子 就苦行啊 普通啊 就是过午不吃 那是出家人的事情 还有啊 头烟 很深的生烟啊 跳下去 他认为这样就写多了 还有啊 像这个五日之声 好像这个四伙婆罗门啊 他周围都是四面啊 前后左右有烧火 来靠火 天上有个大太阳 在晒他 五日之声 他这样子受这个苦 认为就能得写脱 或者是寂寞 不讲话 学哑巴 不讲话 这个不讲话的哑巴呀 这个也不是佛法 所以有人禁于不讲话 这个不是佛法 尽量少讲 不讲这个杂话 不能说是有嘴巴 不讲话 要讲佛法 讲好话 所以佛法 这个欧函经里面经常说 这个佛地词有两种是 一 如圣说法 就是像佛 经常说法 一 如圣默然 不说法的时候 没有事的时候 就是不讲话 但是这个不讲话 不是完全不讲 有因缘 该讲的时候 就得讲 所以啊 佛法 不能 不讲话 这个禁于啊 有些地方禁于 禁于的目标 是因为他太吵了 如果你不禁于的话 他就哇啦哇啦 讲过不停 这样子打岔 所以不得已只好禁于 那是短期的 不能永久性 所以这个禁 寂寞 寂寞外道 他是完全不讲话 后来就变成哑巴的 那么 下面 像上面所讲的 这个持牛 就狗戒等等 这些都是福音寄营 这就是所谓 第四 戒渠 详细啊 就是戒净取见 戒净取见 对于戒净啊 身体一种取着的见解 执着 认为我这样能身体 那叫做戒净取见 这是第四 五 邪见 这个邪见啊 就是拨护英国 不相信英国 什么都没有 那么对于这个四地法 英国论 他不相信 认为没有英国 像印度的六大学派当中 素论的二十五名帝 圣论的六 六巨一 那么 例如说 执着是凡天生的 那么 还有执着这个 十生 方生 本纪等等 这些执着通通都是一种 这个波无英国的想法 那么这是不正确的 邪的不正 邪就是不正确 不正确 什么东西不正确 不相信英国 佛所说的这个英国的道理啊 他根本不相信 无英论 无果论 那么波无英国 那么这就是最严重的邪见 而这个邪见啊 为前面四种见的根本 因为有了邪见 前面四种见都会生起来 那么如果 能够破除邪见的话 前面四种见 只有身见比较难破之外 其他 比较还是容易一点 比如说 非国借国 非因即因 这只要懂得佛法 就可以消除这种的思想 那么懂得佛法 也不会波无英国 所以这个五历石啊 在断除上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这上面五种 身见边见 见趋 这五种啊 叫做历石 它为什么会叫做历石啊 生起来的时候比较猛厉 石就句石的意思 有这些烦恼啊 它就会把我们 巨石到三界六道轮回里 不能不能出口 那么就会使我们轮回生死 不能写脱 这叫做死 有这五样烦恼 它会使你轮回生死 不能写脱 所以叫做死 利就是它发起来很猛利 很不容易断除 很猛利 但是如果这个道理明白了 一下子就同时就断了 断也很容易 所以叫做历石 生起很猛利 见到就顿时断除 也很利 所以叫做历石 这么这些五历石啊 只要震到出国 震到出国呀 就能断除这个五历石 其次六种啊 第六以下五种 第六是贪 第七 撑 第八 吃 第九 慢 第十 疑 这十种 这五种啊 就叫做顿石 叫做五顿石 贪生吃慢疑 这是根本烦恼 现在最后简单的解释 贪 众生看到喜欢的东西 他就贪着 就会爱着 这个贪如果有详细分别的话 众生的贪啊 有三种 第一 有力贪 力量的力 有力量贪 第二 技巧贪 用技 技谋啊 用技 巧妙的 用技很巧妙的贪人家的东西 第三 无力贪 没有力量 但是他也有办法贪图得到人家的东西 那叫做无力贪 什么叫做有力贪呢 好像世间的贪官物理 那些做大官的 他有力量 他有力量啊 他就可以贪取 无论是公的私的东西 他都能够贪图得到 比如说坚守自道 或者是做大官 吃大钱 做小官 吃小钱 那么这些 这个贪官 那都是有力量 他容易得到 利用机会 利用他的职位 权势 地位的方面 因此就贪图种种的这个 这个利益 那就叫做有力贪 有力贪 因为力量大 造的业也就大 问题也就大 那么这个世界上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了 你每天报纸看看 那么 这些有力贪 你看有些 平常是他怎么样子 拢钱没有人知道 等到你发现了 他的大钱都送到外国去了 都存在银行里 一贪 一贪就是几亿 那是算亿的 万万无亿 他一下子就可以 随便是上千万 这是有力贪 假如是没有力量的 普通的老百姓 他怎么能够得到呀 一毛钱也得不到 别说是几万几千 他有力量 那么贪图的就多了 这个叫做有力贪 造业就到 所以古人说呀 办事公民百事烟 办事的公民做大官 可是结果呢 一百事的烟家 三三四四苦恼 第二个技巧他 金刚党 金刚党 那个金刚党就是技巧啊 他很有办法 他用一包的潮纸 可以跟你换了一大包的潮票 那技巧的办法多了 什么样的方法都有 你看看这个每天的报纸上 有好多奇奇怪怪的 这个骗人家的钱的 他技巧很多 我在不久之前 才被这个技巧的方法呀 给他摊了 我了了一笔钱了 我们现在要做好事 要修善法都很难了 想要修故事都有困难 你怎么知道 不久之前 大概是几个月了 有一个假辣麻 修秘中的辣麻 看起来很像 像过西藏的辣麻 可是个女的 外表看起来根本就跟男的一样 很粗壮 坐着计程车到这边的花园 所以某某法师介绍我 介绍他来 他说的法师 我也认识 说惠心法师 他很发心 那么你去要求他吧 他会帮忙的 他说 这个尼泊 佛的出生地 尼泊 那边有好多小辣麻 刚出家的密修密的小辣麻 他们很穷 没有衣服穿了 他的任波切的师父 说叫他出来画园 为那些小辣麻 替他画衣服 一套衣服 一千块 辣麻的衣服 一套一千块 他说 介绍他来的那位法师 替他出了二十套 那么就是两万块 他意思就是说 介绍我的 既然是两万块 要我也拿两万块 我说 那个法师有钱 他做得到 他两万块 给二十套 我力量不够 我没有办法出那么多 那我就少一点 他说不然太少 那不然太少多少 那我一半好了 不得于知道哪一半 他说 一半就一半吧 就是一万块 乖乖拿一万块钱来 只发好心 替拉妈做衣服 这是很好的 心里也觉得很高兴 我今天做了一点功德 虽然这个钱不是我的 也是自主供养我的 那么我替他拿来吃功德 拿来一万块去 给他做功德 他走了之后 我还在高兴 高兴在那天晚上 睡觉都笑起来 没有想到不到两个月 看报纸上出来问题了 我这边是订的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就登出来了 说一个假的拉妈 是个女的 住在某某地方 她到处去骗 说是泥巴尔 拉妈没有衣服穿 她到处去化缘 骗了多少多少钱 所以有一个人 给他骗了两次 都给他骗去了 第三次去骗了 骗出漏洞来了 那么弗里 尾巴跑出来了 给他看到 就把他抓到警察局去 那么一问了 果然是假的 原来是他的儿子 没有衣服穿 不是 尼巴尔的拉妈 没有衣服穿 而是他的儿子 没有衣服穿 那么这一骗 骗多了 不得了 恐怕上千万以上 我一看 我有一万块在里面 我没想到 我也上了这个大当 我是发一发好心 我现在做好事 也很难 你看这个末法时代 使你要修善 不是都发生困难 不过我们想到 真是主不怕假和尚 他虽然是假辣妈 无所谓 反正我是修功的 这是才经过不久的技巧摊 前天报上又有一种骗人的方法 说买土地 买田 买土地 也给人骗了好多 这个不是我的 看到别人的 因为我不会去买田 这就所谓技巧摊 他那个技巧多得很 很巧妙的方法 你给他骗去了 你还高高兴兴 这种情况多得很 第三武力摊 这个所谓武力摊 像乞丐了 他没有力量吗 或者是哀求了 例如有些来说 我要回北部啊 我没有圈子钱了 你好心啊 帮帮忙吧 或者是我没饭吃啊 你给我饭吃吧 我没有衣服穿了 你给我衣服穿了 他没有力量 或者是装穷 以这种方式来得人家的钱财 这个要做无力摊 那么现在那些讨饭吃的 要钱的 有好多背后有人操总啊 利用 像那个残废的 招人 被人利用的 他做得很辛苦 那么实际上背后啊 有利用他来享受的 这是很可怕 这真是众生啊 他的头脑太好了 头脑好 那么聪明 他不走正路 结果走歪了 问题就来了 这是三种摊 有利摊 技巧摊 无利摊 其实讲清 摊不用细说了 人人都有摊了 总之所摊的 总不出这个财产民事税吧 那么 成案性也有三种 成案是跟这个贪是相反的了 喜欢的就贪爱了 不喜欢就动成案性了 生物了 那么动成案性发脾气啊 也有三种 有非理称 有顺理称 有争论称 有这三种 非理 就没有理好讲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要发你的脾气 就发你的脾气 没有理好讲 要骂你就骂你 要打你就打你 没有什么理由好讲 那么你遭骂遭打 是活干 那你倒霉 没有话讲 那么这是不讲理 想骂人就骂人 好像喝醉酒的 喝酒喝醉的人 乱骂一通 他根本就没有理好讲 非理称 顺理称 第二种顺理称 这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 怎么有道理 他受到威胁了 人家骂他 既然人家骂他 他当然就要怀骂 小孩子 有的时候他说 你打我 打一发七 你打我一下 我就发你七下 那么打过来打过去 就没完了 有理的 招惹人家的骂 然后才去骂人 这是顺理称 顺住世间法上来说 他是有理的 因为他先遭到对方的 这个伤害 然后才来对付他 这个叫做顺理称 这种很平常 我想个个都会有 那么凡是碰到这个被人家 误入 遭到种种的伤害 那么他就会反抗 这自然的 这个顺理称 真论称 是因为评论 评论道理 评论道理 评理因其见解不同 而结果变成对望 这个叫做真论称 比如说研究学问 本来是个人的见解不同而已 可是说来说去就变成对骂 这种情况就真论称 这是称恶新 第八 吃 吃就是无名 就是无名 贪嗔吃 贪嗔都是从吃来的 这个吃不是百吃 不是浮里浮土 而就是指的这个根本无名 这个根本无名 他就会生起贪嗔 所以有的时候只说一个吃 也就可以包含前后四种了 因为指的是根本无名 无所名调 有愚痴 这位烦恼的一切的根本 那么有智慧就能破除这个愚痴了 这个道理后边还有好多都会说到这个根本无名的 这个意义 后边别叫原教都会有的 第九 慢 也就是五顿时的第四 慢 供高我慢 供高我慢 这个慢按照为氏讲起来 有七种慢 所谓慢 过慢 慢过慢 正上慢 这个批裂慢 这些明像很多了 如果要详细研究的话 看为氏 为氏 为氏的烦恼心所里面 六种根本烦恼 贪嗔痴慢 疑 不正见 不正见就是邪见 就包含五顿时 贪嗔痴慢 疑就是五顿时 他对这个慢的解释 里面说得很清楚 这里不必细讲 人 只要你是个凡夫 总是有个慢心的 就普通 总是有点慢 比如说比我差一点的 我瞧不起他 这个很自然的 这是众生的烦恼 本来就是如此 他有这个慢心 有生见 就会有慢心 自然而然 看到比我差的 他就瞧不起他 比较严重的就成为过慢 再严重的就是慢过慢了 详细去看维世 所以这个佛法 要修学佛法 对普通常识来说 白法明门 必定要先明白 最起码 这个新王新所里面 尤其像新所法里面的 善新所 不善新所 这应当都要先知道 那么这些 如果讲这一类的文字 就不必再细讲 如果讲这一类文字 也要像五一世 那样子 一个字一个字 细细的讲的话 那这一个世教语 讲十年也讲不完 因为他这一本世教语 文字虽然不多 差不多都是名乡 这些名乡多得很 假如你要一度 要分别讲的话 那你牵动整部三藏 三藏教典 统统在里面 这是提纲 所以像这类的 这个名乡 不能细讲 只能顺其自然的 说一个大概 那么贪嗔是人人之道 实际上也不必细讲 那么供高我慢 这是不好的 应当大家都知道 慢心正常的话 佛法就没有办法入心的 所以古的说 我慢三高 法水不入 供高我慢 好像一个高山一样 法水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满朝损 千寿地 自满了 日本话 你慢 自满了 那就是我慢 那么满就朝损 如果能够天虚 才能受到利益 才能受到利益 所以学法 修学佛法的人 不此下问 要多学多问 学而不问 没有办法了解佛法 所以要谦虚 肯发心下心去问 那么这就不能有慢心 必实 疑 疑是怀疑了 对三宝 对四地的真理 都生起怀疑 那么如果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会生起三种的疑 怀疑自己 不是修学佛法的料子 比如说修念佛法门 我这个是个念佛的料子吗 阿弥陀佛要我吗 那么将来 他肯不肯借用我呢 我也这样很重啊 我能生西方吗 那就是遗志 怀疑自己 不是个材料 或者是遗失 我的师父 他跟我差不多嘛 我会肚子饿 要吃饭 他也要吃饭 我晚上要睡觉 他也要睡觉 我会发脾气 我的师父也会发脾气 有的时候 他发得比我严重 那他怎么能教我 疑私 疑法 这么简单 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就能生西方 真的吗 有这回事吗 这样就能成就吗 那么像这个 怀疑自己所修的法门 没有信心 那就不能往生 所以这个修圈佛法 不能有乙 那么有人说 那禅宗 祖师禅 讲究大乙大悟 小乙小悟 不乙不悟 他这个乙不是对三宝四弟之乙 他是对他所参的话头啊 生起乙情 例如说 父母为三前 我长的什么样子啊 是这个乙 这个乙 越提得起来 大乙就会大悟 小乙小悟 一点也不乙 父母为三前怎么样 我就这样嘛 没有什么 这个不乙 不乙不会开悟 我们都是学乙这一类的 父母为三前怎么样 就这样嘛 就是这样啦 就会暗用啦 好了 你不会开悟 你不会开悟 为什么 因为你不疑啊 这疑呢 是指这个疑情啊 对这个所修的法门 生起的一种疑情 那么就是对于 我的父母为三前的 这个本来面目 长得什么样子 那么对这个疑情 能够生起来 那才能够参得起来 才能够提起本餐 才能开悟 所以这个疑 是指的这个 对三宝四弟不明白 这个叫做疑 那么这个叫做五顿石 顿啊 生起来也比较吃顿 那么断起来 又比较困难 所以叫做顿 这个道理还是讲不完啦 这只是把这个 石石的名目啊 做个简单的解释 那么石石再把它 历三界 说明八十八十的数目 那么这历三界名书 这留下子讲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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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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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